王一波与女人关系不明确,王一波是一个的爱情大脑。 赵丽颖出演电影《虎富郎》,男主角也是熟人。 狗子洋洋爆王一波与女鼎刘关系暧昧,并说王一波私下是个恋爱脑。 狗子洋洋直播爆料了王一波好多消息,其中最劲爆的是他与女鼎刘关系暧昧, 说两个人有打以上,恋人未满,还说王一波私下是个恋爱脑,比较喜欢姐姐类型,内心强大,外表甜美那种。 但目前王一波是单身状态。狗子知道的好详细啊,一般人很难知道这些吧,所以是王一波趴你耳朵旁边告诉的。 狗子还称他认渡华为干妈,王一波选择合约华续约,但是他不像其他股东一样有实权或者说是很大的股份。 感觉狗子要收到王一波方的辟谣声明了。 不少网友表示,目前王一波接触的女鼎流,我见到的只有never,你想听谁的八卦,我现编一个,没有铜矿没有照片没有实锤, 但是我有一张嘴,我说是就是,首先,你们先告诉我那鱼谁是女鼎流。这三个字就能打上三天三夜了等等。 网传赵丽颖即将进组,电影虎狼之路开机在即,男主都是熟人。 2022年对赵丽颖来说,可以说算是丰收的一年,几部播出的电视剧都获得不菲口碑,不论是幸福到万家还是风吹半下,都让人赞叹。 目前,赵丽颖手里只有一部与凤行还没有播出,可以说是库存告急了,最主要的是她还没有进组,更让很多粉丝着急。 网传赵丽颖即将进组,但这次不是电视剧,而是进军电影票房。 赵丽颖的演技绝对是实力在线,古装和现代人物角色无缝,转换和衔接,也让人惊叹其演技实力的成熟。 这次网传赵丽颖进组电影《虎狼之路》的拍摄,网传男主也都是熟人。 先是爆出新进影帝朱丽颖将和赵丽颖二搭,萧央和王景春加盟,让很多粉丝充满期待。 可后来朱一龙工作室否认了和赵丽颖二搭的传闻,顿时让很多人失望至极,但新的传闻中萧央和王景春都还在,这样的阵容也非常不错。 下面我们先来一起看看这部电影的主要内容。 电影《虎狼之路》讲述了儿子死于人贩子之手的前警校教官赵紫山,儿子被人贩子拐走的崔大路,被前夫卖掉了女儿的英子,三人在寻子路上冲突不断,但最终与人贩子斗智斗勇,彼此治愈疗伤的故事。 这样的作品题材和剧情都非常不错,非常有看点,也非常符合一些现实情况。 而肖央和赵丽颖二搭,悬疑题材剧《谁是凶手》中两人就携手过,并且肖央的演技也得到了证实,也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演员。 戏骨王景春更是一位实力派,在电视剧《警察荣誉》中,细腻的感情变化,爆发力超强的演技,让人叹为观止,特别是剧中瞬间变脸的情节,更让人惊叹。 赵丽颖更是《八十五花》中的优秀者,不论是演技还是挑剧本的眼光,都非常让人放心,再加上她还在不停地尝试着突破,挑战新角色,这确实难得。 不论网传情况如何,电影《虎狼之路》已经开机在即,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,赵丽颖会不会禁组电影《虎狼之路》也都会水落石出,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